哈喽大家早上好 昨天我们把车子停在这个 华安的留学生创业园 这边停车场的免费停车场 看见我后面了吗 然后我那个送 还把店给充满了 它后面是一排特列店的充电桩 非常方便 我看一下昨天充电有了多少钱 然后等会朋友过来 带我们去吃早餐 是他们这边那个长鱼面 之前吃过一次非常好吃 说的只有早上才卖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在车里面吃了个火锅 也是我们第一次 在这个房车正式的吃饭 非常棒 拖挂房车真的感觉还是挺好的 现在用了两几天 看见了吗 就这样子停着的 基本上一个车位 标准车位刚好能停下 看一下昨天充电用了多少钱 这个特列店APP 充了 10.6度点 用了19.08 它充好就自动给钱了 这边有点贵 我看一下是1.91度 其实不是电费贵 是它的服务费比较贵 以后停车的话都找这种可以充电的地方 就特别方便了 好 等会去城里面吃饭 还是就开这个车过去 用充电开 现在我去这个里面 第二点开水 然后今天早上上厕所也是在里面上的 很方便这个地方 免费停车 来洗漱呗 打了一副开水 昨天测火过之后 就用洗碗机把碗给洗了 因为是牛油的 所以没有这个洗碗机啊 洗碗真的是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还嫌它有点小了 我还是喜欢我们家里面那个大的 现在床也把它收上去了 其实我现在用了两天 我感觉其实这样子也挺好的 挺省空间的 现在来洗漱 以防车的水箱里面还没有加水呢 我们朋友们已经过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开车一起过去吃饭 存电开 我非常喜欢用存电 开着非常舒服 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 我们来这家吃长鱼面 好像这边的人全都吃完早餐了 但我们成都出去的话 十点过吃早餐的人都还很多呢 来看一下这边的价目表 长鱼面稍微卖的要贵一些 我们要了一个这个炒的 然后一个汤面一个炒面 这个就是长鱼面了 看 是这个鱼面 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是黄鳝啊 但他们又说不是 泥秋 泥秋 我也搞不懂是什么鱼 反正挺好吃的这个 这面是手工的 手工面 应该非常劲道 对 其实我们以前没吃这个面之前 我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没想到会这么好吃 像我们成都一般很多就是来 这些烫火锅呀那些可以来吃的哈 然后有一点点醋的味道 醋然后有点甜哈是吧 这是汤面 汤面 汤面也来了 这是汤面 还是可以 对上次吃的汤面 那个炒面还没有吃过呢 换着吃 换着吃 这个面的味道确实非常的好 面粉 筋道 看你吃下我的这个汤面呗 我估计你更喜欢吃汤面 它这碗面卖还是有点贵哈 好像是 30块钱 这个肠鱼比较贵 这个味道会稍微淡一点 淡一点哈 炒面可能味道要重一些 来 怎么样 然后 咱们吃下来 最后的饼子 咱们吃下来 咱们吃下来 饼子 饼子 我觉得这个炒面的面要更劲道一些 然后这个呢 是汤面 混蛋都挺大的耶 我觉得早上吃吃得非常的饱呗 我觉得胃口小 越南人可能还吃不完呢 射击不吃我饭 分量还挺大的 来 又换一下 我已经吃好了 这一份吃了我好饱啊 你慢慢吃吧 慢慢吃 中午的话应该在服务区上面吃 估计你吃不到什么好吃的 所以你早上吃饱一点没问题的 吃饱了